一说到和珅这个人 大家脑子想到的就是贪污和拍马屁 作为清朝最大的贪官 他贪污了约11亿两百亿 相当于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 可这样一个贪官 却深受乾隆皇帝的宠爱 那么乾隆为何要允许和珅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贪污呢 据史料记载 乾隆在清朝确实是一位好皇帝 他勤政爱民为民着想 颁布了许多利民的政策 此时的清朝一片祥和风调雨顺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 竟然出现了一位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 和珅原名善保 满洲正红旗 出生于五官世家 家境优越的他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在十几岁的时候便入选去宫中接受学习 还会多国语言 由于和珅从小就比同龄人要聪明 所以仅仅半年的时间里 他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上升到了清朝权力的中心 成为了乾隆的心腹 按理说此时的和珅只要满足于此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至少以后不愁吃不愁穿 可和珅注定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很有野心并且爱钱如命 当时有一个官员因为贪污被抄家 和珅被奉命处理这件事情 而他却在这个事件里私吞了许多财产 这也是他第一次进行大手笔贪污 之后他在官场混了十多年 生了四十多次 最后走到权力的中心可以说是权倾朝野 整个朝廷上下到处都是他的眼线和心腹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手段有多么高明 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乾隆皇帝对他有多么信任 你不喜欢和珅可是朕又离不开和珅 没有和珅替朕打理哪来的银子 乾隆明知和珅是贪官为何还对他青睐有加 又为何会纵容他如此贪污受惠呢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要想升官升迁 最主要的是要摸清上级的脾性 和珅十分了解乾隆 他知道乾隆很喜欢诗词歌赋 于是就花了许多时间精力去研究这方面 并且造诣颇颇深 后来他又了解到乾隆信奉佛教 于是他也跟着信奉佛教 甚至还买了许多相关的书籍去研读 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后来和珅开始接触内务管理国库 奈何当时的国库空虚 没有什么办法从中贪污 根据史书记载 当时乾隆皇帝想要修原理 可又没有钱 于是和珅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不仅将这些修缮方面的事情处理完美 甚至还贪污了不少银两 为了不让皇帝起疑心 他还会想方设法从别的方面搜刮钱财来填充到国库 可以说和珅的理财能力无人能敌 而这事也因为如此 他才越来越受到皇帝的信任 这时有网友好奇 和珅到底贪了多少钱呢 据史书记载 当时在查和珅家产的时候 发现他有金子六万 元宝五万六千个 田地八千多亩等等 除此以外 家里还有大量的名贵药材 甚至还有许多珍珠宝石绸缎等等 真的是对得起后 是给他清朝低贪官的称号 这时候又有网友问 难道乾隆不知道和珅寺底下做的这些事吗 根据史书记载 乾隆肯定是知道了 那他为什么没有处置他呢 其实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点 当时朝廷很稀缺人才 尤其是稀缺和珅这样的人才 那时候的朝廷也没有想过要反腐败 而是要不停地搞钱 由于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很差 自然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 国库也很空虚 乾隆明知和珅是贪官为何还对他青睐有加 又为何会纵容他如此贪污受惠呢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大臣们都只会明哲保身 给不出一些实用的建议 可和珅就不一样了 他总是能想办法帮皇帝解决燃眉之急 其次和珅这个人是罕见的满清冷臣 众所周知清朝皇帝会更看重满足臣子 所以聪明有本事的和珅就成为了乾隆的宠臣 在乾隆期间 外国和满清建交 由于在当时只有和珅会翻译 于是他便充当了中间人进行翻译 业务能力超强 并且很会察言观色 对皇帝的脾性都十分了解 如果你是乾隆 身边有这样一个了解你的人 你会舍得杀吗 最后和珅是理财高手 他很能给乾隆赚钱 当时的内务府经常亏空 入不敷出 可自从和珅担任内务府总管以后 内务府便开始源源不断的进账 因为他总是有法子 从别的途径地方搞钱献给乾隆 给皇室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 可以供皇家挥金如土花天酒地 这样一个理财师 乾隆怎么可能舍得杀呢 所以在乾隆眼里 和珅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即使他在怎么贪钱 但乾隆作为皇帝 他觉得天下都是自己的 更何况和珅兜里的钱 所以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和珅贪污从不处置 反而将他视为心腹 但不管怎么样 作为一个官 如果内心不纯为人不正 那么迟早会遭报应的 而对于老百姓来说 国家有这样一个贪官 也是非常悲哀的 纵使乾隆皇帝 在历史上的名声再好 手底下养着这样一个贪官 也让他的名声受到牵连 要知道对于一个贪官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制止 那么往后会越来越严重 等到无法挽回的那一天 就只能面临牢狱之灾了 对此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在这边的贪官 在这边的贪官